大家好 很久不見大家了 對我的樣子可能很陌生 但其實我沒有離開過 很快說一下這兩個月發生的事 先說一下背景 大家覺得為什麼幾年都不見了 其實我真的沒有離開過 因為我三年前 剛剛是19年的時間 那時候我對上海的工作 因為家裡的事 很勇敢地退了工作 當時就一直祈禱祈禱祈禱 其實我有為我的工作去祈禱 我的祈禱都是 人工是很重要的 說真的 我也是一個銷售 我也是一個銷售 也是做開這一行很久了 所以我真的經常都會背著計算機的人 有需要計算的人 但我在19年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祈禱的 但當時因為我離開了工作 就已經想著自己以為有空 就報了很多事情 報了很多事情去讀 我以為自己能做得到 但誰知道原來我原先計算是九個月的課程 其實因為社會運動 接著有疫情 我到了兩年才能完成 那兩年內 所有的時間都迫不出來了 其實也發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但當時我一直沒有少過祈禱 我一直都說 這份工是否是你給我的 但你給我的 其實你又提供了我的 薪金也是這樣的 我只不過有一個條件 我希望我老闆會信主 我希望可以真的 因為當時看到這些弟兄姐妹 我會很羨慕 我經常在八靈二學會 我經常都會在八靈二學會 我經常都會說 我要好像姐妹的工作一樣 這麼棒 她老闆是信主的 只有幾個人 做了二十年的工作 她是很小的 我很羨慕 我做了這麼久的工作 我最長的工作 最長的工作 最長的工作都是七年 沒有工作過了七年 雖然也不是過了很多工作 所以我其實很簡單 但是我錄祈禱的時間 這份工作的錢是很難賺的 我三年 我三年裡 在我旗下群組的店裡 講一點背景 就是這一行除了做產品之外 會做SPA 這三年裡 我之前去到19年 沒有 其實我們的計法 不是賺多一塊一塊一塊的 老闆就是 公司就是 但是我那些 就是要計算的 即是要遇到多少間店 之後 就要再過到自己的百分 即是五、六個grade 所以其實全都是數字的東西 但是很辛苦 我至於2019年 從來沒有試過 在我旗下裡 是可以過到 即是可以起到目標的 是沒有 在2020年的時間 都試過一間 試過一個月 試過一次 這麼大把 接著 到1、1、2、2年 到我其實最近一次 是可以在我旗下所有的店 可以過到數的 對上一次是去年的四月 一次 很大型的製作 做了一個 Big Sell 而 Big Sell 是因為之前的一個月 那些貨是不能到的 所以我前一個月 是全部零 即是吃蛋 即是吃得很滑 但是呢 但是 之後 因為我的課程又結束了 然後又開始 真的多了時間 其實我儘量都可以回到的 都會回到的 但是 去到今年的1月1日 其實去年一直都會回到 都會充電 其實是有的 但是接著到1月1日的時間 新的一年 真的一定要有一個計劃 在那一次裡面 真的多了時間 真的去 不是真的在Zoom Zoom其實很難可以聊天 即是有時候很難去 聊心吐意 電話其實也不太流行 對不對 WhatsApp 我又覺得 其實有時候 不如說吧 說得之後 有時候不小心 對 就是很難 但是 接著到1月1日的時間 終於開了一個機會 就可以跟到 真的有一些 我心目中有很多問題 即是關注了那些 就是為何可以這麼正的 為何那份工這麼正的 那我就真的很好 神又開勞 我就可以真的去到 那位同姊妹 真的去傾心吐意 我真的去 我真的跟她說 其實你怎麼祈禱 為何可以有這份工 究竟有什麼技術 有什麼秘訣 與此同時之後 那一陣子突然間 又在教會裡面 也遇到很多 其實原來我一頓 我認識了幾十年前 當然是很小時候認識 但是 接著又很好 很快又約到吃飯 吃飯是一個最好聊天的時間 原來她有分享她的見證 然後我說 哇 我真的明白 為何我認識了你幾十年 都沒有跟她吃飯 但是原來 原來就是要讓我聽到你的見證 原來你怎樣去祈禱 原來的經歷 聽到一個一個一個 不斷都在這裡 所以我在一月的時間 我就已經是立志 很認真 我就真的要 我就是神 其實我不是一個很貪錢的人 但其實我的要求都不高 你經常都說 你的先求 你的義 其他都會加給我 這是你的 promise 所以我說 為何我身邊的人 都可以經常回到教會 但為何我不行 其實我的要求都不高 對吧 為何每次都想回 總會有些事發生呢 然後 在一月的時間 我就真的 我的姐妹也是鼓勵我 你祈禱就可以了 也是那句 你祈禱吧 你跟她說吧 而且她跟我說了一個重點 其實我覺得 我應該聽過無數次的 但我真的不知為何 我真的叮了 而且我每天都會想著 她說 她說神給你那份工作 你是會輕省的 你一定會回到教會的 而且你會喜樂的 你會開心的 然後我說 是呀 真的呀 我看到你們這麼開心 我說我行不行 我要 我在這裡拿著 然後我就 真的很勤奮地去跟神說 但是 講完講 是不是很現實的 真的 我每天都會有很多突發性的事 是令到我們都要工作 24小時要工作 而且因為我們公司太細間了 所以 是甚麼都要理會的 即是會突然間 好像昨天一樣 隔離裝修 弄了 弄壞了 那些貨物 然後我剛才 我原先今天是放假的 然後今早 我原先昨晚 我原先說了 好 我今天會放假 我會來到的 這樣 分享 好 我會 我原先今天 真的很努力去拿假 但誰知道 同事就說 他有事 我就要幫他 所以我頂他罰 今早我說 我先幫你開店 誰知道他就撞車 今早 大成績 因為他 他的朋友開車 和巴士撞 但竟然是巴士箱 不是他的車箱 所以又開了門 大家在這裡 分享 我立即跟他說 嘩 這麼厲害 你的車沒事 但是巴士 爛了 撞臨了 大約人沒事 那些 又是做了一個機會 跟他 又說 其實 是會沒事的 然後我今早又跟他 一起分享 一些信主的分享 其實我想說 什麼呢 就是 原來當神說 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所以有很多突發的事情 之後 我也是一個人生交叉點 其實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 但我想我以往 經常都會選擇用人的方法 好吧 我去吧 我下去吧 我下去吧 我下去幫 我下去 我下去濕 我下去 報警 我下去吧 都是這樣 一直都是用人的方法 當然老闆也是 老闆也是 我請你回來 當然要你去解決 你去做 我就說 好吧 所以為什麼我這麼想 老闆也是信主 就是這樣 起碼有別的方法 但在上個月裡 我一直在祈禱 當發生事的時候 一個交叉點 我是否真的要下去 用我的方法去解決 我都選擇 我回教會 我選擇回家序 和回家庭 我是選擇的 其實每次都有事發生的時候 應該要用自己的方法 但是我覺得 神啊 你是預約的 我覺得人人都要這麼開心 我付出的就是 我交給你 我覺得你是會幫我處理的 我說 我要去走這一段 其實我應該是要開心的路 我去那份工作是要開心的 是會輕省的 我說 別人有 我說你不偏心的 我也會有的 所以 其實上個月我真的全都回來了 但我全都回來了之後 其實 代價是甚麼呢 就是 因為這兩個月的最後一天 月尾最後一天 都是很緊張的 但都是加醉 但我上個月的時間 的選擇 就是我其實上個月 沒有一間過到數 所以我選擇回來 但我心裡有少許的忐忌 而且你知道 八點至十點的時候 還是要追數的時間 我還一直在聽著 大家的見證 分享 但其實很坦白說 我當時真的要摸著電話 因為他們報數 我問我究竟還有沒有 很緊張 但是 可以做到甚麼呢 沒有事要做 按住他 其實我在暗地裡祈禱 我說神啊 你最後一間了 即是最後一間了 去到九點鐘的時候 因為去西山 我說神啊 你 我還是吃蛋了 很肯定 真的很肯定 最後那晚 就是最後那間 在東區 其實在我這麼多間裡 平時最靜的一間 是過到數 我都叫做有一間 然後 在二月的時間 然後 我的 我的 組長 他很好 去捕捉我 他就在那間裡 捕捉我 捕捉了之後 他們很好 經常都有些東西送給我 送了祈禱給你 要幫我祈禱 在店裡我們開著門 他說怕不怕 我說我不用怕 這裡沒什麼人 我說我不用怕 你們站在那裡 他們真的很好 幫我抹大眼睛 一家三口 幫我一起在那裡 站在那裡 按一下站 我說好啊 這間就是去年 成年裡 是過了幾次的 目標 一月過到 然後上個月 他們期完之後 我二月都是過到 再加上 是甚麼呢 就是 我上個 然後 我真的 我回教育的時間 我都選擇了 放在那裡 當然很多時候 要奉獻 今期的主題 很多都要拿出來 我都是交給神 我神說 你給我 我會給你 但你給我 先開心一下 都要數字 要彈出來 都要過一下 袋子 所以我也是這樣的 所以回來的時間 的確可能在數字上 是用多了 但是我在二月份之後 我真的 很多東西都放在神行先 我終於 二月份的時間 我所有的舖子 全部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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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忍不住 我就自己跟我組長說 其實我真的很開心 我很久沒經歷過 所以 因為 其實我到二月最後一天 都是最後一天 所以我很緊張 那天 其實我去到 在加醉的時間 我又剩下了一間店 是有機會讓我過到的 但那間是做療療 最後那一天的數字 但是我的數字 因為那天 全天做SPA的 只有十個客人 只有十個機會 是追一條大的數字 但是 我又跟神說 我會 神啊 我會真的去 我今天會回教會 我說你給我安心 然後 之後 在四點鐘的時間 就已經過了數字 所以 我將所有的榮耀歸給你 因為今個月很明顯 不是我的能力 是神的能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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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